未来已经结束了 前几天,我丈夫在他的拉印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 未来在三月份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这条消息惊到了不少朋友 一个朋友问他 你说什么?未来结束了是什么意思? 的确,新冠病毒还没有收敛的迹象 我也担心未来 另一位朋友说 最近地震很多,我也很不安 未来会发生什么呢? 还有朋友说 俄国入侵乌克兰 日本应该没事吧? 丈夫看到他发的一条消息 在朋友圈引起如此多的议论 七嘴八舌各有各的理解 他赶紧再发一条说明 对不起,我说的未来是我参加的一个学习班的名字 未来大学 这个名为未来大学的学习班 从去年四月开始到今年三月已经结束了 朋友们看了丈夫的补充说明 笑成了一团 纷纷感叹,原来如此啊 祝贺祝贺祝贺你毕业了 没想到 没想到,丈夫发消息少写了两个字 竟然惊扰到那么多朋友 真是不该啊 可是最近的世界 天灾人祸不断 真是触目惊心 真的令人有一种未来已经结束了的感觉 难怪有那么多人会对丈夫发的这一条消息反应激烈 这固然有丈夫文字不够严谨的问题 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众人对未来心存不安的现实 未来已经结束了 不是玩笑,是比悟 却可以说是现实 是无数人心中的担忧